劳动中的快乐劳动也是培养基础文明品质的土壤 在工厂上班,下班时候可以到浴室去洗澡 洗澡堂子有很热的水,也有泡澡的水池子 工人们下班人很多,大家在一起穿梭着在洗澡堂子里 在工厂上班我的第一份工作就是撞工,也就是装卸工 是手工搬生铁,有时候也有很粗的铁丝 按照冶金行业的行话叫金属制品,钢丝绳也属于金属制品 这种铁丝一卷也挺重的,通常是转动着推到解放排汽车的车厢上 生铁呢?往车厢上扔就行了 那时候工厂里有食堂,食堂里有各式各样的食品 有馒头米饭糖三角蒸饼,还有酱肉酱货 炒菜也有大锅菜,大锅菜五分钱一份或者一毛钱一份 两毛钱的菜就是小炒了,小炒有肉 当时工资是四十元零五毛 这是高工资,因为如果干技术工作,学徒工开始每月十七元 我曾经看见一位师傅中午吃饭是两个馒头一包白糖 工厂里有锅炉房,倒锅炉房就可以打开水喝 这位师傅吃得还挺香甜 当时装卸工的老师傅们有的是用饭和带饭 拉家带口孩子多的师傅带饭能省一点 1970年8月10日,我们这一届响应毛主席的指示 走与工人阶级相结合的道路,分配到工厂上班 记得我爸爸参加我们学校分配工作家长座谈会 还说现在国家给学生分配工作真好 其实我当时并不知道我爸爸说的含义 当时大学生、中学生分配工作都是国家负责 我妈妈看我上班也挺高兴的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到1970年分配工作 这期间经历了四年,这四年在小学,在中学基本没上课 我们学工学农劳动,到南郊区小站收稻子 我们的任务是把地理割好打成捆的稻子被稻场上 我们在劳动中知道了许多社会知识 一望无际的稻田和机器运转发出的声响给我们留下深刻的印象 体会最深的是劳动以后吃饭特别香 habit东西 hadi까亮 并不光 我们来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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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